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佛奇博士表示 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00种疫苗目前正在加速研发 且美国白宫已经启动神速行动计划 提供数百万美元经费来支持疫苗研究 三家知名制药公司包括Madonna、Novax和Pezal 陆续都开始进入第三阶段测试 我们可以乐观期盼能有成功的疫苗 因此对美国科学家来说 目前并不需要采用始终存在争议的人类挑战试验 也就是直接用活病毒来感染健康志愿者 毕竟这对某些人来说是不道德的 另外一项事实是 直接采用人类挑战试验的实验背景 通常是选在病毒还没有广泛传播的情况下才会考虑 但相较之下 美国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升温 已经有大量民众被感染 因此选择局限在实验室内的测试方法相对来说没有必要 不过佛奇博士依旧指出 如果政府有需要的话 人体挑战试验依旧可以在几个月内就开始 针对世界其他国家比美国早一步开发出疫苗 佛奇博士也在此回应 他不担心别人先打证 因为就算其他国家先有 也不会比美国早很多 另外 疫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比起能多早推出来的更加重要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帮助少许真的